这起案子也是一老案子了 发生在九三年 当年资博士周村医中 有一个初一的学生叫王敏 只有十二岁 那一天呢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王敏呢 突然就失踪 家人左等右等始终不见王敏回去 找亲朋好友出去找去吧 四处都找遍了 也没见到王敏的踪影 到了五月三十一号 六一节前一天 在资博六中桥东 以北二十米的地方 有一条小路在那小路西侧 发现了王敏上学放学 骑的一辆绿色自行车 离自行车不远的河床的草丛里 又发现了王敏的书包 哎呀 人见不着了 自行车跟书包 都在河边 在路边呢 王敏家人呢 一时间都彻底崩溃了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事啊 王敏你到底在哪呢呀 但是王敏的家人呢 依然是在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孩子 还没想着报警呢 到了六月三号下午四点五十分 王敏的父亲叫王瑜 这才手里边拿着一封信 然后赶到了周村公安分局 下河派出所报案 王敏的父亲呢 开了一个百货店 那这信又是怎么回事呢 送信的呀 是一个个体骑三轮车的 姓陈 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 陈某呢 正在周村烈士陵园东路口西南角那儿 等客人呢 就见一个二十来岁 身高一米七左右 戴着一副墨镜的人 从陆北可就换过来了 哎 你知道毛坛场吗 知道啊 那行 你把这封信务必送给毛坛场 西林福盛百货店 一个叫王瑜的老板 这戴墨镜的人说完之后 把信连同五块钱的跑腿费 一起递给陈某了 随后就消失在人流之中 离着也不远 十几分钟之后 这陈某啊 就按照这个人说的地点 把那封信交给了王瑜 王瑜 把这信拿过来一看 当时就大惊失色 信上写着 你儿子被我们抓来了 六月三号晚上十点 将三万块钱 用书包装好了 放在你家门头外的西南角那儿 十点半 到公园门口接你儿子 这事儿 只能你和你家人知道 否则 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 收碎尸 你看最后还说了这么三个字 收碎尸 信纸背面呢 还写着四个字 看后烧掉 行了 毋庸置疑了 绑票啊 绑架案啊 下河派出所接到报案之后 派出所领导立刻拿电话 向周村公安分局刑警队做了汇报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刑警队的领导呢 让王瑜赶紧回家 你啊 别动声色 照这封勒索信上所说的去做 到了晚上 三十多名警力 化妆成路人 分别潜伏在了福盛百货店周围 还有公园南门口北门口 这时间一分一秒的可就过去了 约好了是十点十点半 可直到凌晨十二点 整个街巷 整个公园都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再接着等吧 一直等到天大亮 这狡猾的罪犯也没有出现 线索可就断了呀 可公安干警在这守了一宿啊 你就看吧 个个眼睛通红啊 但是民警们不敢放松警惕 立刻扩大查找范围 首先呢 就调查那些和王敏关系比较好的同学 特别是要找到最后一个 见到王敏的同学 在调查之中 有一个同样姓王的同学 给侦破组提供了重要情况 这小王就说 五月三十号下午放学 我跟王敏一起走的 王敏跟我说呀 晚上要去找一个同学 做笔买卖 弄好了能赚二百块钱呢 各位那年头 一个初一的孩子竟然说 找同学做买卖 而且弄好了这二百 九十年代初 正儿八经上班一个月才能挣多少钱呢 根据这个情况 警方呢 又看了看这封 勒索信 写的呀 水平比较低 不少字呢 有多笔少话的现象 这就说明这个人文化水平一般 年纪也不大 应该在十五到二十岁之间 不仅跟王敏认识 而且还对王敏的家庭情况 比较了解 这一下可就大大缩小了侦破范围 民警们呢 感觉希望就在眼前了 可是可是可是啊 王敏还没找着呢 六月七号下午两点半 周村公安分局接到了邹平县公安局的电话 邹平县是宾州下辖的县 当然从18年开始 邹平县已经撤销了 设立了县级邹平市 邹平县公安局在电话里面说 当天上午十一点半 邹平县好生乡刘家桥的一个村民 在他们村村北一百米处的一眼鸡警里面 发现了一具尸体 警方赶到之后啊 那尸体已经腐烂了 于是周村公安分局 还有市刑警支队的领导 带领着四名刑侦技术人员赶到了现场 发现尸体的机警就位于刘家桥村 通往好生乡和阳村和通往周村地区 两条路啊 构成的这个T字路口的北侧 尸体呢 头部朝下啊 被扎在一个高级的茶叶箱子里边 这茶叶箱子呢 长宽都是40厘米 高度是60厘米 上边还贴着杭州茶厂小包装的标签 这箱子外边还套着两个编织袋 尸体拉出来之后 法医这么一看 哎呀 这个惨啊 这死者呀 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了 眼球也凸出来了 口腔 鼻腔 都用那种米黄色的塑料胶带纸啊 就是平时封快递用的那种大宽胶带 死死的缠绕了四圈半 双手在背部被麻绳捆住了 两腿的脚踝也被绳子紧紧的捆住 死者身高一米三左右 此外 在这茶叶箱子里边 还发现了一件蓝色牛仔服 还有一件女士塑料底的蓝色布鞋 有一块电子表 还有一个化院牌的烟盒 通过验尸鉴定 死者是因口腔鼻腔 被紧紧封闭 无法呼吸 窒息而死 这死者呀 经过王敏的父亲王瑜辨认 正是失踪多天的儿子王敏 这罪犯不是要绑架吗 不是要勒索吗 怎么把人给害死了呀 这警方也感觉纳闷啊 这犯罪嫌疑人不是为了绑架勒索吗 钱没到手呢 怎么把人先给杀了呀 这些呀 只有等抓到这犯罪嫌疑人之后 才能解开答案 这罪犯虽然无比的残忍 歹毒 但是给侦查工作 留下了重要线索 最关键的物证 就是那双塑料底的女士蓝色布鞋 还有那个西湖龙井高级茶叶盒子 掌握这些情况之后 警方再度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从头到尾梳理了一下现有的线索 从一开始的恐吓信 到那登三轮车的陈师傅说的 戴墨镜的那年轻人 现在又有了这茶叶箱子 和这女士塑料鞋 那么谁是凶手呢 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6月7号晚上 市局刑警支队和州村公安分局 当即抽调了30多名公安干警 组成了两个侦查组和一个物证组 展开大规模的调查工作 区刑警大队呀 组成的是六人物证组 物证组感觉责任重大呀 从这辅尸发现的现场的情况来看 这起案件必然是他杀 抛尸地点是第二现场 那么第一现场 离这应该不会太远 所以警方决定 重点以这茶叶箱子作为突破口 依靠当地老百姓 义务招人 州村呢 大大小小的茶庄茶店可不少 一共106家 要想查清这箱子的来龙去脉 也确实不容易 直到6月8号下午 市刑警队得到重要线索 说这种箱子是装高级茶叶的 一般的茶庄根本进不起 能进这种茶叶的只有一家 那就是州村区烟酒堂茶站 在站领导和仓库保管员的配合之下 就查清楚 这个站呢 曾经在同一时间 进过一个集装箱 其中有二级西湖龙警察两箱 三级的三箱 四级的四箱 经过对全区260多个单位 150多人调查之后 最后只有一个箱子 查不清下落 这烟酒堂茶站呢 找出来资料 发现这箱茶呀 是卖给了州村茶庄 这一箱子呢 是三级西湖龙警察 那赶紧又找这州村茶庄 州村茶庄的职工又说 这茶叶呀 我们卖出去了 整箱卖出去的 卖给了蒙水的一家个体户 后来呢 因为这个个体户没卖了 又把这茶叶送了回来 哎 既然送回来了 那这箱子就应该在仓库里边啊 赶紧去仓库查吧 到仓库这么一看 仓库里边啊 茶叶在 箱子没了 哎 现在范围越来越小了啊 目标可就集中到了州村茶庄了 6月11号晚上 乌正族得到重大突破 一位老仓库保管员承认 这箱子呀 是他给弄出去的 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他把箱子送给了州村太风园餐馆 一个姓李的中年妇女 太风园餐馆的老板娘李某 家住在州村前街137号 他所承报的餐馆 和被害人王敏家距离也就是几十米 李某的家庭成员呢 分别有73岁的婆婆 有她的丈夫 还有两口子生下来的一儿一女 儿子叫张明 19周岁 行了 都对上了 挖出张明身份之后 公安干警 无比的兴奋雀跃 事不宜迟 立刻出击 6月12号 公安干警 找到李某 追查茶叶箱 李某说箱子在家的 可是找来找去 也没找着 结果呀 竟然发现了一只 和那机警里边提取的 那塑料底蓝色布鞋 同样型号的布鞋 机警里边有一只 这儿有一只 而李某在家 甭管怎么翻 也翻不出来另外一只了 那么很可能这两只鞋 它就是同一双啊 随后警方又对李某的儿子张明 进行了笔记鉴定 最终查明 太风园餐馆老板李某的儿子张明 有重大作案嫌疑 当天午夜时分 公安人员突然行动 将张明顺利抓捕归案 一份份铁证 放在张明面前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交锋 这个年纪轻轻的杀人恶魔 交代了犯罪事实 张明 91年毕业于州村职业中专 同年五月份 就去到了资博 资染厂工作 这张明从小好意务劳 贪图享受 车间里边工作多辛苦啊 受不了了 所以工作还不到三个月呢 找了个借口就辞职了 回到自家餐馆 给父母帮忙 张明从小到大 受到父母的溺爱 他不可能安安分分的干活 整天的游手好闲 就幻想着有朝一日啊 能够发笔横财 我也当上百万富翁 93年三月初 他呢 跟自己妈妈借了五千块钱 买了三台手套纺织机 想着捞一把 结果呀 手套是一只也没织出来 反而把这些设备 又以一千块钱的价格 处理出去了 因为他发现织手套也挺辛苦 哎 钱没挣着 可没少赔呀 之前答应好了 要把这钱还给妈妈 眼瞅着该还钱了 怎么办呢 嘿 这时候就有了一个歹毒的念头 经过一番谋划 目标就选定了王瑜的儿子王敏 他认识王敏呢 知道福盛百货店生意也不错呀 肯定有钱呢 5月30号中午一点半 张明提前来到了周村下园街 接住了上学的王敏就跟他说 哎 小敏 今天晚上啊 有个人想买我摩托车 为能卖个好价 我想请你帮帮忙 下午放学之后啊 你哪也别去 先到我家躺床上装病 等买主来了 我就说你是我弟弟 因为看病 急等着用钱 这样呢 弄好了能多卖400块钱 放心吧 事成之后我绝不亏待你 400块钱 咱俩平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敏之前跟同学说 晚上要去做生意 做好了能挣200 那天下午6点一刻 王敏呢 直接就到了张明家 张明见王敏来了 把他带到二楼看书 这一看书看了一个钟头 哎呀这买主怎么还没来呢 王敏就想回家了 张明呢 生怕被邻居听见动静 一下子把王敏按倒在床上 用枕头压住了王敏的头 当时就把王敏给闷死了 为了防止王敏再缓过气来 又用胶带 把王敏的口腔鼻腔都给掺上了 又用麻绳捆住了他的手脚 之后呢 慌里慌张的 找来茶叶箱 把他装进箱子里 用两个编织袋 把茶叶箱裹起来 搬下楼 放在自行车后架上 把尸体运出家门 他是把王敏杀害之后 这才写的绑票信 想着 让这王渝把钱给他 尽管人死了 但钱我得挣啊 不过因为他家跟王渝家 离的太近了 随后他就发现 这王渝啊 已经报了警了 警察 就不好天罗帝王挡着他呢 所以他才没敢露面 最终啊 这钱也没拿到手 而张明呢 因为他的恶行 被依法判处死刑 执行枪决 2012年1月24号 刚过完年 大年初二的好日子 广西南宁清秀区的菜农 老张 冒着小雨啊 到自家菜地里边摘菜去 前一天呢 吃的都是大鱼大肉的 哎 摘点菜 再做上一顿 清淡点的 可口的饭菜 可是 来到菜地的时候 眼前这一幕 可把老张吓坏了 在自家菜地的围墙边上啊 有一具半裸的女尸 老张呢 立刻就打了报警电话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公安局清秀区 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可就来到现场了 现场呢 在南宁市城乡结合部 距离主城区啊 十多公里 平时除了老张或者家人 会过来摘菜之外 很少会有别人过来 为了确定死者身份 民警呢 对现场啊 也进行了仔细勘查 在勘查过程之中 民警除了在现场 找到了一副 已经碎掉的手镯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 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件 此外民警还发现 死者身上特别干净 没有泥 没有土的 而且在查看尸体过程之中 发现死者头部 曾经遭受过多次击打 但是在附近 没有发现血迹 据此警方认为 老张家的菜地 只是一个抛尸现场 而不是第一现场 随后 法医经过初步尸检 推断死者年龄 35岁左右 死亡时间 不超过12个小时 同时还发现 死者生前 发生过性行为 是被人用羊脚锤之类的盾气 多次击打头部 导致颅骨粉碎性骨折而死 老张家菜地里边 发现女尸的消息 立刻就在当地传开了 闹得当地村民 人心惶惶的 原本挺喜庆的春节 现在呀 附近的村民 个个是人心不安 为了尽快确定 死者身份 抓住凶手 警方立刻召开了 案情分析会 成立了专案组 展开调查 一方面呢 在案发现场附近 进行大规模的走访摸牌 另一方面呢 调取这抛尸地点附近的 监控录像 希望能够找出什么来 此外 还调查最近 有没有报案的 女性失踪人员 进行一一比对 这抛尸地点呢 是城乡结合部 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什么呢 这儿住的呀 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 过年了 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 都回老家去了呀 所以经过走访摸牌 没有得到任何 有价值的线索 可是 负责调取 案发地点附近路口监控的民警 有了重大发现了 在监控里呀 看到2012年 1月24号凌晨3点45分 有一辆从城区方向 开过来的黑色越野车 停在了距离抛尸现场 十几米的地方 并且停下之后 还打开了双闪 由于当时天色太黑了 加上这车停在一个拐角那儿 民警根本看不清楚 越野车的车牌号 也看不清楚 司机下车之后做过什么 只能看出来 这是一辆深色的越野车 从监控里呀 能看到这车停下之后 后备箱就被打开了 但至于打开后备箱 做了一些什么 那就不知道了 越野车停了这么十来分钟 又沿着来时的路返回了城区 根据调查 整个南宁市 同款的深色越野车 有几千辆 你没办法一一排查呀 只能先暂时 从别的方向入手 就在警方研讨下一步 侦破方向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到公安局报案 说他的妹妹失踪了 据这个人说 他的妹妹叫陈小慧 36岁 是在12年1月24号 凌晨三点多 接到妹夫打的电话 才知道妹妹失踪了 当时在电话里 妹夫就说呀 妹妹出去给孩子买药了 可是一直没回来 而且电话也关机了 全家呢 都出去找这陈小慧去 可一直没找着 随后民警 拿出来了死者的照片 让报案人辨认 虽然呢 面部特征 一时之间 没法辨认清楚 但是报案人很肯定的是 民警在现场找到的 那副破碎的手镯 他的妹妹也有一副 为了更准确的判断 民警提取了陈小慧家人的DNA 进行比对 最终确认死者就是陈小慧 既然确定死者了 接下来就得排查社会关系 看有没有什么矛盾呢 纠纷呢 仇怨的情况 陈小慧呢 是广西某公司的一名会计 平时啊 特别温和这么一个人 很热心肠 夫妻之间的感情呢 也一直挺好 所以 仇杀或者情杀的可能性 并不大 陈小慧的丈夫说 他的妻子 是那天晚上出去 给孩子买退烧药 孩子发烧了 可是一出去就没回来 根据陈小慧丈夫的描述 警方对陈小慧家附近所有24小时营业的药店都进行了仔细排查 但是所有工作人员都说当天晚上并没看到陈小慧去买过药 随后民警在查看药店监控之后 也证实了工作人员的说法 他不是去买药的吗 怎么没去呢 到底去哪了呢 紧接着民警又调取了陈小慧所住小区的监控录像 1月23号晚上10点28分 有一个女人从陈小慧家的方向急匆匆走了出来 从外形上来看 很像遇害的陈小慧 但是经过小区保安确认 说这人呐不是陈小慧 是他的妹妹陈小霞 那陈小霞这么晚出现在姐姐的小区干什么呢 陈小霞说呀 那不大年初一晚上吗 我是在姐姐家吃着团圆饭 晚上10点半左右 就从姐姐家回去了 民警呢 通过调查这陈小慧所居住的小区 就发现这小区只有一个出入口 如果陈小慧要走出小区 必须得经过大门 可是并没有陈小慧走出大门的影像 所以民警认为 陈小慧应该是使用了交通工具 民警就开始对出入小区的车辆进行一一排查 这一查还真有重要发现 警方啊 在监控录像里面没有看到陈小慧出入大门的这影像 就判断陈小慧应该是利用了交通工具出的门 那就开始排查 案发时间段进出过小区的车辆吧 1月24号凌晨1点20分 有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开进小区了 进入小区之后 当天凌晨2点55分 又开出了小区 这辆越野车和抛尸地点附近发现的越野车一对比 发现外观非常相似 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辆车 这一次小区可清晰的拍到了这辆车 那么根据车牌号调查吧 找到了车主姓许 可这许先生说呀 那天晚上我没开车 哦对了 那谁把我车借走了 黄志 黄志给我打电话 把我车开走了 民警一听浑身一机灵啊 谁 黄志 黄志是谁呀 黄志就是陈小慧的丈夫 民警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立刻将黄志列为重点嫌疑人 展开调查 但是对于警方的怀疑 陈小慧的家人说 根本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他 黄志和陈小慧结婚十几年了 有个三岁的儿子 夫妻俩感情特别好 从来没见他俩吵过架 在对黄志调查过程之中 民警也确实没发现黄志 有杀害妻子的作案动机 但让警方疑惑不解的是 黄志为什么正好在那天凌晨 出现在了抛尸地点附近呢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 警方决定直接把黄志 传唤到公安机关进行询问 面对民警提出的质疑 黄志解释说 小慧出去买药之后一直没回来 我借车就是去找小慧的 当时太心急了 我也不记得我都去过那些地方 诶 乍一听 他这解释没什么问题 但是 细心的民警发现 黄志在说这些的时候 眼神一直在闪躲 双腿一直很不自然的抖动 这叫什么 这叫微表情啊 这明显是心虚啊 所以 这就更加认定 黄志有问题 为了找到直接证据 证明 陈小慧的死和黄志有关 民警呢 一边跟他周旋着 另外呢 又派人 对黄志所驾驶的黑色越野车 进行仔细勘察 经过勘察在后备箱那 发现了一块擦拭状的血迹 经过比对 这块血迹 就是陈小慧的 紧接着 民警又赶到了陈小慧家里 进行勘察 在死者陈小慧所住的房间 家里的洗手间 以及门框上 都发现了喷溅状 和滴落状的血迹 现在是铁正如山了 黄志 不得不承认 的确 是他杀了陈小慧 可是 交代完一切之后 黄志说 都是他逼我的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因为工作原因 黄志呢 是项目经理 经常得去外地出差 基本上一个月 能回一次家 夫妻俩是聚少离多的 唯一的联系方式 就是打电话 刚结婚那几年呢 夫妻俩感情 一直都不错 几乎每天 得打好几回电话 在外人眼里 这夫妻俩 就是模范夫妻呀 可自从生了孩子 陈小慧 陈小慧性格就变了 动不动就发脾气 夫妻生活呢 越来越不和谐 陈小慧 越来越反感 丈夫黄志 和自己亲近 三天两头的吵架 黄志也是越来越烦躁 以至于后来 越来越不想回家 夫妻间的沟通呢 也越来越少 因为工作原因 黄志接触的 基本上都是男性 一到晚上啊 哎呦 就感觉寂寞呀 空虚呀 慢慢的 就迷上了 灯红酒绿的生活了 身边啊 这女人可就不断了 这黄志出轨的事 那瞒不住啊 还是被陈小慧的 娘家人发现了 08年的时候 陈小慧的妹妹陈小霞 有一次拿黄志手机 打电话 正好看见 有两条暧昧短信 她也怕说出来 让姐姐姐夫感情不和谐 所以就把这秘密啊 藏在自己心里了 可过了不久 陈小慧也发现黄志出轨了 但顾及夫妻颜面 也就没跟娘家人说这事了 在外人面前呢 那更是保持着夫妻俩恩恩爱爱的形象 私底下 俩人为这事也吵过也闹过 黄志啊 也承认自己的错误 跟陈小慧道歉 跟其他的女人呢 断绝关系 可是 自从陈小慧知道她出轨了 甭管她怎么改变 妻子陈小慧始终是不依不饶的 后来黄志一看得了吧 怎么也这样了 哎 又过起那种生活了 破罐子破摔了 陈小慧也是彻底寒了心了 黄志说呀 他曾经和陈小慧提出过离婚 但最终因为孩子没离城 12年1月23号 大年初一晚上 一家人呢 吃了顿团圆饭 黄志见陈小慧在房间里边照顾孩子 就偷偷的和情人发短信 甚至对方啊 还发了一些那种不堪入目的啊 那种不雅照片 到了凌晨12点 夫妻俩休息的时候 黄志呢 就想跟陈小慧过夫妻生活 但是陈小慧拒绝了 黄志看陈小慧这个态度 越想越气 借着酒劲 强行和妻子发生了关系 完事以后 黄志就上洗手间了 这时候黄志的情人 突然发来一条消息 陈小慧随手拿起来 这么一看 就看见俩人暧昧的聊天记录 还有那些不雅照片了 给陈小慧气的呀 黄志出来之后 陈小慧啪的一下子 把手机就扔到黄志面前了 跟他说了 我不会再隐忍了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你这一面 说完就朝门外走去 黄志担心陈小慧把自己名声毁了 于是赶紧冲上去拉住陈小慧 就这么着拉扯在一起了 黄志随手拿起了客厅里的羊角锤 朝着陈小慧的头 可就砸了过去 等把陈小慧杀死了 黄志也慌了神了 这可怎么办呢 为了掩盖犯罪事实 想到了抛尸 于是跟朋友借了越野车 把陈小慧的尸体呢 拖到了十几公里外的郊区 并且抛尸在了老张家的菜地里 随后啊 又打电话给陈小慧的哥哥 说陈小慧失踪了 就这样 一个外人看来的好丈夫 亲手残忍杀害了妻子 黄志入狱之后 最可怜的还是他们的孩子呀 妈妈被爸爸杀死了 妈妈没了 爸爸也没了 孩子只能是送到爷爷奶奶家里面抚养 咱们也不知道孩子长大之后 到底会怎么看待自己的父亲 2013年3月21号 黄志应故意杀人罪 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